寻山寻水 有鱼有乐 远离城市的喧嚣 寻找心灵的归处 从荆楚之地 到国首之度 从一语之乡 到金融之地 追星而出 日落而归 全年三百个日夜 藏口跋涉 不管严寒酷暑 风雨无阻 只为追寻钓鱼人 心中的梦 从现在开始 和我们一起 游钓黑坑 无论 可不论 无论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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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一下他 没见过市面的钓鱼啊 你们没见过市面的钓鱼 你觉得比他爽一爽 爽一爽干嘛 我以为从那个钓鱼以前那个 你没见过市面的 哦对 这个还可以 这个还可以 你跳嘛 他身体勾到了 这个的话他身体勾到了 对啊对啊 对啊 啊 哇 这个鱼了吗 他小钩了是吧 对 换小钩了吗 嗯啊师傅 换小钩了 好看我们的钓友 最近的钓友啊 小马哥 种的地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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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see you, you see me I'll see I'll see you I'll see you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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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哇这要于做我们永和上的呀 嗯 嗯 哪里中间位呢 罗牙下去吧 我怀疑是罗牙下去的 我靠 这边连杆连了一会儿啊 我连杆连了好几条黑碗 然后 那边有钓友就提议关羊 我们这边靠杆连就靠得比较近 有可能的话鱼就比较扎扒眼睛 所以老板把羊给关掉了 回看一下啊继续钓吧 长征的话下午估计 如果这个风一直不断 还有如果说风断了的话 养筷那基本上就很难搞 所以说是打不过 刚好我徒弟在旁边 他是打一钩泥底 一钩 一钩全补 我的话就直接打 打那个刚刚死 在没养的时候 我打了五千 现在呢我打了一个大跑签 在开仰的时候 大跑签 我们继续钓吧 先大跑签继续玩一会儿 看鱼口 如果鱼口的话 比较轻或出不来的情况下 那我选择五千去钓 如果说鱼口重 那我还是依旧的 太暴力了 太暴力了 小马哥果然是个狠人啊 你徒弟都是狠人是吧 肯定那必须的 人口话不多 旁边人家这里边是小奶黑啊 小奶黑不得温柔点吗 我都想上挡针了 还温柔温柔 都扯一只温柔 那我挡针了 我飞扣 然后就扫下来 我这边的话是四镇广 就是明显的感觉 这边的话不是钓小跑 然后我徒弟这边的话是钓 我帮他那个钓里里 钓里里二三十公公 第一呢就是我觉得 今天的一个养量还是不太够 所以你让人家感觉不太愿意下跌 再加上他吃石比较轻 所以呢我让他去选择钓里里 让他去打那个工程 而我现在呢我感觉我出现了两个小工作 但是他没有持续性的口 没有持续性的口 所以我现在选择将签打掉 选择钓无签 钓无签的话它相对来说的话 鱼系实的阻力就小一些 我可能看一下动作会不会大一些 而有没有解决的 这一柳头人不见了 跑这来的 一口哇一口都没有不行了不能在一个地方搭一搭那里实在没口打一下游击看一下能不能跟我们再摸个几条 太闷了啊太难受了 哎能不能找到鱼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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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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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有嗎 自己吃啊 不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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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马哥操吧 我的线我怎么崩得起来呢 不坐下吗 坐一下松一下 啊 你跑不了了 你跑不了了 牵到了 牵过来 抢的浅少不会超鱼 你牵进来就行了 人家怎么手往发力嘛 你不要走平下的 你看我 你平时走 我画你 打击 你 我 你 我 说 原来这些差点叫做什么鸡 哦 哦 你 你往这儿上 走 走 这盘挪的基本是两只牛就给你变了 对 这边差不多了 反正整个节奏后面差不多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就打了 现在就已经明显感觉到很闷了 特别闷 下午呢我就是一直是爬叶这鱼呢 哎呀他偷袭我 哎呀鲤鱼 你看我钓黑碗的 他就给我上鲤 为什么要偷袭我呢 你还能跑吗 还能跑吗 有可能是最后一干收干鱼哦 别瞎说 我还可以钓好几条 很漂亮 你这摄影师玩这口饭没了 对 开始 这边打的就差不多了看一下 能不能够在后面吧 再摸得几 嗯 能不能搞一条收干鱼起来 这先打结了 不管呢 搞一条收干鱼 哈哈 快一辈子 哦哦一个人应该停不住 来拿这里拿下一个 哦别摄我别掉了别掉 哇 哇 真不舒服 哎呀 哇真的舒服 鱼啊 差不多了 嗯 奶黑摊那边了看到没有 有一个保护了 什么摄个脸呢 摄个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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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OK OK 行 抬上去 放白条 好 看一下到底先 六十四斤 好不好六十四斤 这里啊 六十四斤 六十四斤 六十四斤啊 结果就这个样子啊 那呢 其实说像 这个季节掉黑碗 特别是在 在这种场面去打 大家都是用锅 也不需要去考虑什么耳料的一些问题 就直接用锅钓就行了 需要考虑一个东西 就是说钓法 可能鱼根据的话 它的鱼的状态不同 比如说有时候它会起伏 有时候会在底部吃 有时候新鱼的话 它会打接口 会多一些 所以只要说是去调整一下钓法 只要鱼有 有稍微有一点点口 不会说是太差 那如果说是颗粒糖呢 那就另说了 那么如果下次有机会 调颗粒糖的那个黑碗的话 我们就再讲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啊 感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喜欢的朋友多多留言点赞关注哦